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每逢星期五的Webinar 我是Melody 我看到有很多人都陸陸陸陸進來 可能我們未必等到大家進來了 都不要緊的 我們所有的Webinar 結束之後都會放回影片上我們的網站 還有我們有個YouTube頻道 都可以之後看得到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的 好 今天我們比較特別的是講英文科的教科書 就是一套Open English的教科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其實在這裏我相信有很多人都看到 因為講英文 是不是跟你們自己教的主科有關的呢 可以試一下在聊天室 看看老師如果是英文科的 打個一字 如果是例如圖書科的 或者繪本 跟閱讀有關的科書打個二字 我相信 應該看得到這次來的這裏 可能主要都是一的 真的有人二的 會不會有其他呢 有沒有其他科 主科 但是你又上來聽一下 Open English的 我反而想知道大家是 為什麼會有興趣來聽一下 也可以就著大家的需要 我盡量講多一點的 我看到很多 大多數都是一 兩位老師都說是圖書科的 都很好 希望我們這套教材都可以幫到大家 好 今天最重要是講兩種重點而已 所以應該不會講很久的 主要是介紹一下Open English的一套教科書 以及我們怎樣用Rainbow 1 把它做成一個Rainbow 1版本之後 大家可以使用Rainbow 1版本 以及配合我們這個平台一起用的 好了 其實Open English是香港公開大學 現在已經改了名字 叫做都市大學 對不起 是都會大學 那就是之前做的一個計劃 那個計劃就是教育局 和蔡馬會慈善信學基金 一起做的一個叫做香港開放教科書計劃 香港開放教科書 其實顧名思義是一套開放式的教科書 那它裡面是包含了一個創作科書 我們叫做共享創意授權的一個條款 所以它的特別之處就是 它是將那個版權都是開放了給大家的 大家就可以隨意拿去使用 可以修改它 也可以印出來派發給學生用 這樣子的 好了 另外它們就是一套很好的 已經是由小一去到中六 說的是兩個不同的學校 小學和中學 就是小一至小六 中一至中六 這樣兩套的 英文的教科書都已經是開放了出來的了 也都是教進了這個適用書目標的 就是教育局的那個適用書目標 那就是說它其實已經是經過了教育局的審批 那它是一套符合香港課程的 一套正式的英語教科書來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本身說 我其實學校都一定有一套在用的教科書的了 我會不會可以拿它來做爭論呢 沒有問題啦 如果你說我學校可能都想改書了 可能想轉用一些電子教科書啊 或者是其他的教科書啊 那其實它們都是其中一個選擇來的 好了那究竟Open English這套書有什麼特色呢 那剛才都說了 最主要它是完全符合了教育局的規定 它已經是過了送審的了 所以大家是可以安心地使用它的 那當然其實它配合了教育局規定的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即使你本身在用另外一套的教科書 那它裡面的內容呢 是可以銜接到你原先用其他出版社的教科書的 那所以呢 那如果就算作為真潤也好 那我相信你也是會比較容易找到它裡面的教材 去符合你們現在正在教的那個主題了 那另外呢 它就是用一個單元式的設計的 每一個單元呢 有它自己的聽說讀寫 有它裡面的教學重點 那大家也可以拆開來使用 也可以只是下載那個單元去印出來用 各樣都可以的 那非常之方便大家調整了 那另外內容設計方面呢 很有趣的 它們當初做的時候呢 其實都很難考慮到當時一些很貼地的 很符合香港的文化的一些題目 例如小學它會講一下環保 中學很有趣的 它有講成女有講港女啊 當時可能有講示威啊 農屋啊那些這樣 那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多元化的主題 都希望學生可以在這些教材裡面 懂得多一些跟這些貼地主題相關的一些單字 那另外就是呢 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重點 就是這個自由編輯了 為什麼說自由編輯這麼重要呢 那其實大家都應該很清楚啦 就是我們教科書就由出版社出 它可能給紙本理 給電子版 你也好那樣東西是很難你自己做調適的 那無論是說你那班是可能比較多的學習差異啦 可能你那班是有SEAN的學生啦 甚至乎你是特殊學校啦 那其實都很需要做到教材自由調適這一樣東西 那樣就希望可以做到適合那個學生的一個水平 又或者是跟回你校本 可能有一些教學的目的 有一些教學中指這樣 那所以呢 所以它這一套書是容許大家自由編輯 再去分發給學生 這一點就非常之重要啦 而它呢 也都是提供了一個網上版和印刷版的PDF啦 那如果你自己是說 其實我都不需要印出來的 那非常之好啦 它是完全免費的 一個先都不用給你已經用得了 而就算你們說我真的想編輯出來做一個紙本的教科書也好 其實一個章節的教科書大概都是十萬左右全彩式的了 那其實呢 你選幾張來用 你又不怕說用不完啦 就是可能百多元買一本書 浪費了錢 其實就是用很少啦 那這個是有很大的自由度 讓學校可以選擇你去怎麼用它們這套書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主要要講的一個Rainbow One版本呢 就是這個啦 那大家呢 如果是用一個免費試用的Rainbow One版本呢 那你應該可以看到在書店那裡 有一個叫體驗版的一些精選的書目啦 那裡面有我們很多不同的書裡面 選了一些書目可以開放給大家試 而其中一套就是Open English啦 那這裡呢 我們暫時小一至小六呢 是推出了Rainbow One的版本 是有教科書加起來練習的 兩樣都已經做了Rainbow One版本的了 那這裡呢就是開放了小一至小六的 每一級有三個三本啦 是的 它每一本呢是不止一個Unit的 應該是一至三或者是三個或者兩個Unit 為之一本的 那那裡呢 其實大家已經可以有好幾個Unit 去試用的了 而如果你不是這個 使用版本你已經是買了我們的帳戶的話呢 你現在應該可以在這裏書店 然後你就會看到了 Open English 這裡啦 那這個就是它的簡介啦 還有它這裡分了級的 那你就會看到呢 那好像小一這樣 那其實它有P1的A 然後P1的B 這樣分了上下學期 然後P1A就有去到Unit 7的 然後P1B也是去到Unit 7的 然後下面這些藍色單 Monotone的封面的 就全部都是Activity Book 那就是作業了 那它都很好的 每一個Unit是獨立了一本作業的 是的 書就比較有趣一點 是三個或者兩個Unit 唯一一本書啦 但是作業是分開的 那我相信它這樣安排 都是方便大家去做印刷啊 而我們這裡也是跟隨每一個Unit這樣做一本的 那也是你們派書派功課的時候 就方便一點 拆開它來用 那你會看到這裡呢 一至六年級就在這裡了 那中學版又怎樣呢 中學版我們都盡量在做 其實都非常之好心 就有些學校會跟我們說 他們都喜歡這套教材的 這套教科書 但是他們在用Rainbow One 他們都很想配合Rainbow One用 所以就授權委託我們 就做了這個Rainbow One的版本 但是都始終衰時啦 它的量都很大 那我們現在做了小學了 我們就做中學 那希望我們可以盡快地 將中學都送給大家了 好 那我就回到我們這本書啦 好了 那說了這麼久 究竟這本書是怎樣的呢 現在就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轉了做Rainbow One版本的這個 所以我們應該先打開剛才的版本 對了 那這裡呢 我們就已經準備了幾個Unit 讓大家看一下 其中這個例如是小1的第一本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這些版面的設計 都是跟它原裝的設計 我們就盡可能沒有動過它們原先的設計啦 但是我們去到一些有互動功能的地方呢 這個課文 課文這裡啦 例如這裡它是可以有得聽的 在學習的上課文裡的設計 在學習的上課動功能的設計 在學習上課文裡的設計 在學習上課文裡的設計 例如Post Reading,大家看完科文,可以叫學生做少少練習 以往如果他是紙本的話,大家都是Print 出來這樣 他的網絡版,學生都可以就這樣做 而我們就做了Rainbow One 版,學生除了可以做一個電子網絡的網絡練習之外 其實之後我們都會介紹,就是老師可以直接改這個練習 例如這些就是一個剔選題,拖拉,配對他們的答案 可能這裡也是一個配對 以往可能就要學生打字很多,我們現在盡量做到簡單一點 我拉下來就已經可以了,那些答案 當然也要看回題型的,即是有些真的需要學生打字答的話 我們就做一個輸入打字,這些簡單的可能就做拖拉 剛才你也看到,如果學生做完的話,就即時幫他對答案 即是說,如果你在課堂期間,或者你這本書是讓學生回家自己做 當作是一個真潤的閱讀課 他也可以即時知道自己答得對不對 真的錯了,那就回去前面再看看,這樣再做 這個也是電子書的好處 這裏都是有發音 Good afternoon 根本上見到,這裏我們裝了這些播聲制的位置都是有播聲的了 Thank you 其實這套教材都好好的,它很多地方都是有做發音 無論是課文啦,vocabulary啦,或者是一些句式啦 可能他去教導某一些句子,或者一些會話的時候 他都準備了很多這些發音的 How are you? I am fine,thank you 是啊 那麼大家就可以多點利用一下這些發音這些錄音來給學生聽一下 讀读得正确的英文 这就是FREE IN THE BLANKS 我们需要打字去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我特意答错了 你会看到也是一样可以对到答案的 只要它的问题是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的话 是一个固定的答案的话 我们就会做到是可以对答案 除非它是一些真的創作性的句子 例如是矿冲句子 它那种作句、造句 類似的真寫句子 这些都是RING BOW ONE 就真的没办法要自己对 要老师对的 但是这些就可以学生对了 例如它要排一下次序 究竟它先说哪一句呢 我可能先说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这些都是简单的输入 是,猜错了 还有可能有一些看到有歌听 FONIX它也会有教 在初阶的来说它会有教 都非常之好 好了,歌这些真的有歌 也会有歌 例如它有分的主题 其实可以看看它开头 一开始这里 Structure Main Task 你会看到它每一个Unit 其实它都会 提供了一个主题 可能会有一些课程的 一些练习 有些可能是Sentent Structure的练习 其实它也会有听说读写 每一个单元它都已经是 是的,这里都会说到 这一个单元里面 要学什么呢 它都会写在这里 那如果学生 学生如果是自学的话 其实都很好 它已经很足够了 它这里的练习 好,那这里就是Unit 2 第二课 你看到它其实都刮得比较小 不是很长的 就是一个Unit 它要学的东西 那我相信如果是 给老师做真润 或者是给学生自己回去 做一点点自学的一些练习 我都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加上用我们Rainbow One 这个平台 刚才看到一些自己对答案 立刻查到答案 这些都是很方便了学生去用的 甚至乎老师去做一个统计 他派了给学生做自由阅读 那究竟有多少读了的一个未读呢 那也都是一很快就会知道的了 那这里我也都 说一说给大家听 那些东西是怎样看的 啊,这个之后再说 因为要离开这本书 那我说完内容 然后带大家去看看 如何去看 学生有多少做了 或者是他们做完之后 那些成绩 怎样看 那一瞬间都会示范的 那我们先看看 一些其他的例子 那这一本呢 就是他的作业 那你会见到 这个单式封面 就是作业 那里面也是这样的 那里面 那这多数作业 他们都是要做填充的东西 你会见到呢 例如他 他有多好的 他给了第一个字 你 那你可以猜到 他后面是要答些什么 那这个就是填充题 就是填充题多了 是的,可能有些都是背对题 那这些都有 那他练习来说 就真的不算很长的 你看到 那这一部分 就是四页 通常就是四个练习 就为了一个练习的练习 所以其实学生做起来 都不算很重的 那这个就是中学的 第二个练习 那中学就这里 会更加严谨一点 他会见到他有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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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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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些練習是需要的。 Unit 5, Time to eat. 你也是看到很正常的課文,都會有讀聲,可能這些練習都會的。 Pre-reading, Part A, Spinach, Pineapple, Chicken. 對,他就會逐個字和你讀一下。 當然,你始終都要知道它是什麼。 再去做一個像這些組合,配對分類。 這裡一樣,可能有一些聽著,你自己寫一下。 後面,他做額外的讀書也有很多。 例如這個,他會有一張範圍做Test 1, Test 2是一個菜單, 之後還有一個評論, 其實他也有不同的篇章, 他也特意採用了不同的形式, 給大家看看,關於這個主題。 吃東西,這個主題有什麼是你平時在生活中看到的呢? 其實他也給了你幾個例子。 還有一個聽聽。 另外,還有一些練習, 在中學,你會發覺寫字的練習是會比較多的。 還有很多都是要創作成份。 那就可能要老師自己去對一對答案。 當然,如果這些的話, 他是可以對到的。 這些有固定答案的話。 你會發覺中學一定是比小學的內容要長很多的。 你會看到一個Unit 5, 其實也有十多頁。 然後後面有Grammar。 Grammar又有自己的練習。 所以,中學來說, 這個篇章, 你要整個Unit 教完, 花費的課程可能會比較多。 你可以選擇哪一部分你覺得適合的, 你只會抽那些項目出來給學生做練習。 又或者某一些的課程出來給學生做放學閱讀。 都可以的。 好了, 我們在講說怎樣做這個課堂用Rainbow English之前, 我們再講一講一下Rainbow One這個版本有什麼特色。 其實它原版裏也有提供了一個網上的版本, 是一個EPUB的版本。 你會看到, 它可以給學生做到練習, 或者選書。 但是, 它沒有辦法讓老師修改到的。 它只是學生只使用的。 而我們那個, 它另外還有提供了一個PDF, 和一個PowerPoint的版本。 那PowerPoint的版本真的都可以修改得到。 我們都試過。 但是, 反過來, 它改了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變成它這個網上版本, 然後給學生做練習了。 即是變相了, 你一旦改了, 你只可以當一個紙本, 一個soft copy, 傳給學生。 你們自己, 可能在一個PowerPoint裡擲打也好, 你可能就這樣寫, 用電子筆寫了, 然後刷出來, 刷出來, 刷出來, 這樣交給老師去對答網, 都可以。 但是, 始終沒有了自動核對的功能。 那這裡就是我們, Rainbow One 最大的特色。 因為Rainbow One, 其實我們有超過80種不同的編輯的工具, 提形, 那是可以給老師去改, 他們想把教材改到怎樣都可以的。 那這個也是我們轉做Rainbow One 版本之後, 它最大的特色。 那我們就可以試一下怎樣去改這個教材。 現在你看到我這個版本, 這個樣子就是一個Rainbow One 裡面工作間的樣子。 你就可以在這裡修改你的書。 當你下載了我們的書, 其實我們都附了一個權利, 是可以給大家修改, 有一支小筆的icon在書店那裡。 那你見到呢, 下載了下來, 就可以在工作間開了。 開了之後呢, 你就會發覺, 其實它裡面呢, 很多東西是動的, 動的, 動的, 改的。 那圖畫呢, 就多數是根據原先的圖畫一張。 那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不會怎麼改圖畫。 是的, 你可能會改字的。 那在原版裡面, 它整個貨文, 就算是PowerPoint, 都不讓你改貨文的。 它會是貨文連著字, 擺進去做一張圖畫, 這樣是改不了的。 但是我們Rainbow One 版, 就全部可以給你改的。 那例如說, 我不是很需要那麼複雜, 可能我是教特殊學校的, 或者我教一個, 真的程度差一點點的學生, 我想他只認識Good Morning, 那就算了。 我連我是I am 誰, 我都不教了。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我要他先認識這個。 我想將程度變低一點, 那就改了。 那可能這兩句我也不要了。 那如果你一旦改了這個教材的話, 他原先的那個錄音, 那就不合用了。 因為已經不是他所說的那一段了。 那這個我們可能不要他原先的錄音。 我們就可以用Rainbow One 本身, 其實有一個叫系統發聲的。 那就可以讀這些句子。 你會見到這個文字, 叫做一般文字的這個組件, 有一個這樣的異統, 好像喇叭那樣的icon。 對了, 如果用開右手邊, 喜歡用屬性欄的童工, 他這裡都有這個icon。 我們首先按著它。 這個意思是說, 現在這個文字是會發音的。 然後在下面的聲音, 我們選擇系統發聲。 好, 平時應該快一點點, 今天我的系統可能有一點慢。 我的網速有點慢。 這裡, 因為這個是英文的書, 我們選擇英文, 然後這裡可以選擇不同的發聲。 例如我喜歡 Natural De, 我覺得這個聲音不錯。 Good Morning。 可能覺得還是低沉一點, 女生的聲音好嗎? 也可以的。 Good Morning。 好, 甚至你可以選擇聲調, 語速, 你覺得讀得太快, 可以讀慢一點。 你會看到, 我原先打了Good Morning在這裡, 你不用再打一次的了。 它已經是將你外面的文字, 已經定了是它發聲的文字。 除非它真的有些東西是讀不適合, 你就要按著這個字定內容, 再去改, 你要它讀成什麼東西出來。 但是正常英文就沒有一字多音這個情況。 中文就會比較多這個情況。 所以通常都是叫它自動讀它外面的字就可以了。 按確定。 像這個這樣。 如果你什麼都不設定, 它是選擇做系統說讀什麼字, 什麼系統就是什麼字, 那整本書如果設定了做讀英文, 你就不用每次進來推英文了。 它本身是By default按書本的。 。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你看到這個讀慢一點? 因為我剛才教了預測, 教了慢了0.2。 那你可以特意選擇, 例如是男生是女生的, 那這個就可以自己去改你的書。 好,去到練習了。 如果我想把練習改了一點, 非常好,有個童公問我對話框可不可以刪除 是好問題,這個就真是不好意思 你會發覺我動不了它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左下角有個解鎖 你會發覺我們有些東西鎖住了,例如是圖片 你可以嘗試全部解鎖 你就會知道,其實抽開這裡是一張圖 上面這裏都是圖 你會看到框框是跟著那張圖 所以這個就真的沒辦法 是因為它圓底來的圖片都是這樣 夾在一起,我們刪除不了 如果我們能拆開的話,我們都會盡量拆開給大家 這個就真是不好意思 可能大家要做多一點手腳 我真的很不想它有兩個框在這裏 還可以的,我們可能會把這個 這樣吧 把這個圖片拉高一點 做一張半頭的圖片出來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這樣 好,接著就講一下練習了 如果我想把這個練習改一改 例如,我想把這個圖片拉高一點 改成御集 這樣 我們可能這裡就叫做 任何這些字都可以改的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我想把這個練習 由學生拍照 拍自己的樣子 然後寫自己的名字 可以嗎?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可能把這些不要的東西 不要了 這些全部不要了 你會看到,如果我們能拆開的話 我們都盡可能讓你們拆開得到 然後我們就留一段字一會兒 我們先放了一個相機 在我們的多媒體那裏 就會有一個相機 放了一個相機 然後可能這裡就改了 我們先放了一個相機 你要去寫自己的名字 那可能大家先說 Hello Hello My name is 這樣就要他們自己填 這個可能太大 我縮小一點點 或者反過來這個 我可以移下去也可以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可以再大一點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但是呢 忘記了 這個是一般文字 一般文字 那學生填不到字的 那如果要學生填字的話 我們應該要教一下填充題 才對 那我懶了 我把我剛才打了的字 copy 回去了 那裡面這個填充位呢 那你沒有固定的答案的了 因為呢 你是給學生任意發揮的 那這個位置 那所以這個位置呢 我們就照樣給他一些空間 這樣其實都可以的了 而呢 記得記得 將這一題呢 我們教他不計分 因為你一旦計分 就就是說 他一定有正確答案 他才跟你計分的嘛 那沒有正確答案 就沒有得計分的了 那所以就這裡 給它多一點點 這樣我就 叫一個不計分的題目 我純粹想學生 去做一下練習的 這樣 那個項他可能 做回多一點點 然後那個 增闊答案 可能給他多一點點位置 以防他可能 他的名字真的比較長的 或者他打完自己 中文名字 有四個字 這樣他可能要打完下去 那我們就可以很快地 再改成為自己喜歡的題目 這樣 那這裡就可以給學生 按這個按鈕就拍照了 或者他之前拍了照 他想在其他地方拿出一張照片 這樣都可以的 那這個就是當老師要自己 改這個教材的時候 可以做到怎樣做 甚至乎 他有些練習是叫大家對話的 那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多加一個錄音機給他 那這個 都是在媒體那裡的 那就可能說 Oh my name is Amy 這個位置 不要了 說這個來 How are you 那你想他 不要只靠文字回答 你呢 改成這個錄音機 喜歡漂亮點 可以縮小一點點 剛剛配合他這個 對話框 是的 那秒數可以留長一點 可能我給他一百八十秒去說 怕他嘴巴說得很久 那這個就可以自己這樣調色 OK 那很多位 甚至乎 我想在某些項目中 再加一些影片 網頁 都可以的 那你就可以自己這裡 加一個媒體 然後加一個影片的播放機 那你可以自己加拍攝 那那條影片 可能就要你 預先上載進來 WINGBO ONE 或者你說 我想看Youtube 那就更加方便了 我們有Youtube播放器 拉大它 那我已經可以 或者不用了 就這樣小小的放在這裡 那就可以 打完網子 我是要去看Youtube的 不知道哪條影片 那你去外面已經有一個網站 已經可以了 那這個呢 它播放的時候 它可以放大它 是的 它可以這樣放大 所以你不用擔心 說很牙位 你放小小的放在旁邊 已經可以了 那如果是網頁的話 那就可以去我們瀏覽 我們有網子連結 瀏覽器 或者你想去搜尋某些圖片 那這個都可以是 一家一家下去的 例如我要它 特意搜尋某一種動物 這樣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呢 然後呢 如設搜尋某一個關鍵字 這樣就可以了 那下面一些不要的 你就可以刪除它 那你說不是 我不想動到它原先那些 我想新加一頁 那都可以的 新加的話呢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飯盤 在Wingbo 1裡面 已經是給老師設計好 例如有不同的背景 很漂亮的背景 有不同的功能 例如我想它做一個簡單的是非題 圖片選擇題 這樣 選擇題加Youtube 這樣就更正了 選擇一個漂亮的背景 按確定 那已經和你即場加多了一頁 那這裡剛才就是Youtube 放棄了 然後可能旁邊有一條問題 那這條MC題呢 是你自己可以再改 問題和答案 甚至乎我想要多些答案 六個答案的 或者我想要少些答案 只有三個兩個 這樣 這些全部都是老師自己可以決定的 我們的組件的特色就是 這個自由度非常之高 那大家可以隨便改 好 改的東西就大概到這裡了 那最後呢 我們還可以配合Wingbo 1 上這個電子課 亦都可以做一些分組的活動 討論 還有都可以之後派給學生 是當功課這樣做 看看他們的成績和分享數據 那這裡呢 我們就出去 試一下怎樣做課堂 那如果是上課的話呢 那我就要先開了課堂 那現在我們很好的 我們有連zoom一起開的方案 那當你做課堂的時候 你在課堂一開始設定 打個zoom link 那學生一旦進來開上課的時候 然後呢 他會帶上它去開zoom 那你就兩邊一起用 好 選書 那我就快去選剛才那本吧 那其實老師就已經進入了一個課堂 那就可以跟學生連課上課的 那我現在就不展示太多 說怎樣上課了 因為這樣呢 大家應該可以在我們其他的之前webinar 或者我們的說明影片 都可以看到的 不過大致上可以都講一講一下 我們上課有些什麼工具 那其實我們上課呢 老師有很多種不同工具的 你要哪一種呢 就按著它 那它就會有一個icon在下面 就方便你跟學生一起上課 那時候用 那我都明白的 還有幾天就放暑假了 是不是 一個很冷的暑假 那又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大家用到上課這個功能 但是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有些東西呢 就可以之後 將來再有上課的機會 是用得上的 例如我們有一個快速的這個pine chart 那就是一旦你著了 你會立即看到哪個學生已經做了 那些書啊 做了題目啊 紅色就是答錯了 綠色就是對的 橙色就是有一半對有一半錯 就是它這四題裡面 可能做錯了一題或二上 那就是橙色的了 那就是很方便 可以快速看到每一題的樣子 那另外有一些呢 就可能是說你上課的時候 那你可以呢 那你可以呢 將那些學生呢 分組的 例如你現在看到呢 有這幾個學生 你可以先跟他們分組 這樣拼在一起 拼在一起 拼在一起 這樣就已經OK的了 那你就可以將他們分組 那我們現在先分組 那還有就是一些上課的小工具 例如說我要剋他們平 就是不准他們看其他東西 這樣 或者固定他們要看我這一頁 各種的設定都會有的 那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如果你們上課 好了 叫學生做 好像剛才那樣 我做了一些影相題 錄音題 然後可能有一些圖畫 要去畫東西的題目 那他們做好了 對啦 你怎樣去看他們的成績呢 那你就不用特地開課堂來看的 你完結了這個課堂 但是當你結束課堂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進階課後分享 或者轉書或者結束課堂的 那你可以是轉書就是換第二半書 繼續上 當你結束課堂的時候呢 那就可以是做這個 就這樣結束或者課後分享 課後分享呢 就就是說你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 給學生自由閱讀的一本書 可以變成是一個今天的功課 那就是說明天你要教 那也可以變成一個 金周的功課 或者是自訂的 那多數呢 我都會是轉為自由閱讀 你不設定的話 他都會自動變成一個自由閱讀的 那你離開了之後呢 其實學生就會在他的書架這裡 那你會在這裡的自由閱讀呢 你就會看到剛剛你那本書這樣 那樣的了 而老師呢 當他覺得學生都已經交了功課了 他過了那個時間了 那你可以去回學習歷程 那我要選我剛才那個組別的 因為我剛才是給示範班這一班去做的那個功課 那我就選擇示範班 那就是自由啦 因為我是設了自由閱讀的 那你會看到 啊 他們都做了很多了 那這裡已經是100%完成了 那我只有六個學生 這一班 你看到六個都做完了 那你都看到這條巴呢 其實很多有顏色 那你就可以去這個 這個位置 那就可以看到 這個練習呢 有哪些人做了 哪些人未做 那樣 那例如這一班 那你可以看到 六個亮燈 就是全部都已經是有做了 那小王子呢 就可能做錯了這題 那系統呢 是會提示他會改正 那可能你在這裡加上 那或者是圈著某些位置 那可能 有些人做得好 那可能給他個贊子 那樣給星星啊 那這些呢 都可以的 那可以這樣在右邊這個位置 去轉換不同的學生 去看看他的答案 那也都呢 有一些練習呢 我想特地做一個 好像給大家一看分享 那樣的東西的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 快速看到 每個學生 分享出來的照片 甚至有些練習可以讓他做到一個分組的練習 然後大家一起四組一起看一個畫面 就是每一組 可能他都有三組的 每兩個人一組 就每個人交一個練習 交一個他們的畫面出來 老師一次過看完四個三組的畫面 這樣都可以的 這個沒有了那個板 還有這些 剛才應該有一個什麼 對 這個 還有如果你是一些聽聲的或者是攝錄的 就是要拍片的問題 那你也可以在這裏聽回的 這個沒有膠了 這個又有膠了 抱歉 我先做手指指 Hello, my name is Jason Brown 就是這樣可以看學生的所有的記錄 先給他一個按鈕 好,如果你可以離開這個批改的版面 還有旁邊這個有一個bar chart的位置 就是一個看成績的位置 你可以很簡單快速地看回每一條 打直地看就是每一題題目 有幾多人是適合錯的 特別錯得多的這一題 不太行 可能他們真的要再做一下練習了 打橫的就是看回每一個學生 他做成怎樣 看到小王子最高分的 十三分總分 國王就最低分 只有五點五 還有就是不同的來一些縮圖 你可以在每一版 尤其是在一些要他分享畫作的這些地方 一次過看一下有哪張圖你想看 可以勾出來看 有排行榜 哪個最厲害的 還有成績分佈 原來平均分有九點一分 甚至乎有學習重點 可以看回原來我的本書是本身要自己設定的 設定了哪些題目是關於哪些學習重點 例如這本書我只設定了兩個學習重點 一個語言、一個語言 哪些人的哪些東西更厲害呢 這樣就可以OK了 就可以在這裏看到的 這樣大概數據和批改就在這裏看了 剛才說分組那裏 我應該是看看做不做到給大家看 因為我已經預先是用這幾個學生來做了 做了一個分組的練習 我看看有沒有辦法展示給大家看 應該是剛才這一張 這張呢 我記得是在這裏看 這裏還有一個討論區 是我自己後加入的 有一個討論的 一個這樣的討論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設定問題 叫它 你要講一下 最愛的卡通人 那些學生就自己 好像真的打 WhatsApp 那樣 就可以有一個 對話 大家可以講一下自己喜歡什麼 對話 應該是這一版的 我記得是 那這裏我有一個工具 沒錯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小組顯示的工具 那如果我沒有分組的話 就全部學生都會顯示在這裏 有交的就會顯示在這裏 如果你有分組的話 這裏是會見到有每一組 你可以叫幾個學生交一張 這樣都可以的 如果你是一個現時的 面秀課堂的話 就可以這樣做 在網上課堂就真的有點難 那可能就每個學生做一張 那你就可以一次過看完 大家怎樣的 的東西 那很棒啊 很開心 那可以大家一起看 那這些就是一些 我們互動課堂的功能來的 那我們呢 大概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裏